昏暗的街灯下 站街女春香等来了一个特殊的客人 他看着对方递过来的两百元 无邪一顾的说道 这不满大街都是吗 干啥非得找我呀 我很没时间陪你吧 你知道我一小时多少钱呢 客人二话不说 直接拿出六张百人大钞 春香犹豫 看着眼前的小男孩如此期盼 他不再拒绝 收下了钱 就两十啊 春香跟着男孩回了家 轻车熟路的准备开工 而男孩只是躲在一旁偷偷观望 不敢上前 春香紧动讯问男孩 穿哪件啊 男色的那一件 他鄙视的拿起衣服 看了一眼 随后又换回自己性感的连衣裙 点上一支香烟坐下 男孩急忙制止 你不许抽烟 我他妈就抽了 你不许抽脏话 我他妈就说了 你得听我的 别他妈上事了 一句脏话扣十块钱 你要真赚钱 就得听我的 春香无可奈何 毕竟这个男孩出了六百块钱 他也只能听说照做了 春香换上那件老土的红色冬装 一脸嫌弃地看着男孩 这啥呀 这运车 男孩是想让春香假装自己的妈妈骑上这辆自行车 带他去学校看家长会 说话间男孩突然大喊 快跑 咋了 快跑 赶紧跑 咋了咋了 原来男孩是怕楼上的外婆发现 所以才急忙逃跑 风雪中 春香带着男孩赶往学校 他担心那六百块钱是孩子偷来的 可男孩却告诉他 不是 那儿我的压岁钱 一会儿到学校 别抽烟 别说脏话 就这样 两人边走边聊 来到了学校 教室门口早已站满了家长 男孩不自觉地牵住了春香的手 虽然春香有些不情愿 但也并没有拒绝 可没有想到的是 在受到夸赞的同时 这位漂亮妈妈 也招来了旁人的风言风语 来开家长会的战阶女春香 刚在教室坐下 就发现身边的男人 是自己前晚陪过的客人 王老板 他刚想打招呼 老王就抬手掩面 慌张逃避 春香瞬间意识到不妥 只能假装不认识 老师开始点名 但春香却只想着晚上怎么多赚一点钱 李凯 张诗俊 李文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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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文波家长 喊了这么多次 春香终于回过神来 他这才想起 自己是小布花六百块钱请来 假扮妈妈开家长会 然而还没等老师点完名 春香的客户又打来了电话 阿刀哥 各位家长还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不 你没问题 马上就这样过来啊 眼见在教室里谈业务不方便 春香迅速起身 退出教室 来到走廊 继续邀约 由于晚上有生意 春香要提前离开 可小波却死活都不同意 家长会还没有结束 一会儿还有做完朗读 但春香却早就没了心思 他看了看时间 决定退五十块钱给小波 孩子满眼祈求 莫不作声 可春香硬是把钱塞进了他的口袋 小波顺势一把拉住春香 求他把家长会开完 眼看着小波还不松手 春香撂下一句狠话 要是还不放他走 就把花钱请他假扮妈妈的事情 告诉老师 小波不再纠缠 他愤怒的把五十元甩在了地上 转身抛开 然而就当春香也准备离开时 将一切都看在眼里的老师 却追了出来 原来老师一直都知道 小波的父母很早就不在了 相依为命的外婆怕孩子伤心 就骗他说 爸爸妈妈去了很远的地方工作 等他长大了 爸爸妈妈就回来 老师希望春香能开完家长会再走 也算是给成绩优秀的小波 有个安慰也肯定 然而此时的走廊上 一群同学正在窃窃私语 男孩小波花钱请战阶女 来开家长会的事情 似乎就要被同学们识破了 受到羞辱的他忍不住和同学们打了起来 而战阶女春香居然也抡起袖子出手帮忙 完事之后 双方被带到了校长室 谁都不愿意先道歉 没想到挑衅同学的家长 居然是春香的常客老王 这下没辙了 只是一个眼神 老王就彻底认走 因为他心里很清楚 如果一定要争个输赢 春香绝对会把他的丑事 当着孩子的面全说出来 算了算了 到这熊孩子的字 算了 回家的路上 小波问春香 你几岁 我32 你有孩子吗 当小波问出这句话时 春香的眼眶瞬间湿润 他低头不语 陪伴着孩子一路向前 快到家时 小波告诉春香 其实他早就知道 自己的父母不是忙 而是他们永远也不再回来了 春香强忍着泪水 默默蹲下 悄悄把那六百块钱 塞进了小波的书包 他知道 眼前这个幼小的心灵里 承载了太多成年人的心酸和无奈 看着渐渐远去的背影 春香瞬间泪崩 而小波也转过身 向着春香离去的方向 默默说了声 回到酒店 春香翻开家长会时 小波留给他的一篇作文 题目是 我的妈妈 但他从来没有见过妈妈 只能根据外婆的描述 凭空想象 我的妈妈在很远的地方打工赚钱 老乐说 等我考上大学的时候 他就会回来 有一天 妈妈忽然回来了 他笑起来的样子 就像太阳照进了窗台 闪闪发亮 妈妈是个热心肠 常常住人为了 妈妈很忙 每天要打好多电话 经常工作 很晚很晚才回家 其实我知道 总会有一天 妈妈又要离开我 就像树叶城楼下的树枝离开 闪光从窗口的树树离开 街上的公交车 从车站离开 我真的希望 那天来得迟一年 看完作文 春香泪流满面 他从未想过 卑微的自己 会成为一个孩子的光 但现在 男孩已经将住在隔壁的他 当成了自己的妈妈 小波在春香的身上 找到了情感的延续 而春香也在小波那 寻求到了心灵的寄托 在寒冷的冬夜 彼此都找到了 渴望已久的爱 所以 就算挣扎在迷雾中 面临崩溃的边缘 哪怕自己 就只剩下空寂孤独的绝望 也请你一定要记得 在这个世上 总有那样一个人 会披荆斩棘 会冲破一切阻碍 来到你的身边 将你紧紧拥入怀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